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的国家是不太好 去很轻松的表达的一件事情 因为会有很多人不理解 然后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因为被有些男生发现了这个女童的身份 所以就一直在进行一些就是很难听的话对着我说 然后也有那种会有那种开黄色玩笑的男生 然后去说是我喜欢女生是因为我没有跟男生谈过恋爱 我不知道男生的好 所以说他才会觉得就是所以我才会是一个女童 这让我觉得很生气 而且这种这种言语的性骚扰就是无处不在 就包括一些女生也是 就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作为女生对女生的恶意这么大 就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女童们 他们会觉得我喜欢女生是一件很恶心的事情 会有那种女生本来一开始跟她们玩得还不错 然后知道我是女童了之后就突然间就开始远离 因为我的被子上和枕头上拨水会让我去叫 然后就是大空间的 然后让我把我的男的背罩都扔到酒楼里去 然后锁着门给我开这种情况 就是 提到校园霸里面 在我上书中的时候我就有亲身高与过校园霸的 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不太合群吧 就是我经常自己一个人放学回家 然后我们班上的几个同学 就会经常来赌注我 找我要钱 但是我又抵抗我不给他们 他们就会打我 这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让我让我心情受到了很大的创伤 我整个初中都过得不是很好 所以各位校园霸凌的亲身经历 我呼吁大家要多关注 特别是青少年的这一个群体 因为校园霸凌这样发生在青少年时期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这个青少年群体 校园霸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总算的名义 我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因为我是转校生 所以所有的同学都不愿意和我玩 虽然没有肢体上的霸凌 但是我被精神上的攻击了 他们所有人都孤立我 不愿意和我玩 我每天在学校都很孤独 所以对我的 也让我造成了我比较内向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 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先生办理 所以 我认为学校和家长都有监督的责任 尽量可以将这个事情扼杀在摇篮里 这样就不会让孩子的心灵受到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